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個姊姊 你應該很懂這種感覺 現在大半夜12點多 她跟我說她要吃義大利麵 我去哪裡吃? 蛤? 終於來了 給你啦 喔謝謝 到這邊我都以為她只是像平常一樣 在使喚我而已 知道 給你一個驚喜 恭喜你身為 迷你重生的車主 屁啦 我震驚到連續說個三次屁啦 而且她笑成這樣 真的看起來很像在整人欸 她自己開車好像 不用給你開車嗎 便宜的小袋鋪車啦 先練習練習 你最近什麼的 哇還好我有送來 不要想如果你不幫我外送你呢 宵夜給我吃 我不曉得 嗯 還好我有送 近日一名網友開 在自己的IG發布一支 半夜幫姐姐送宵夜的影片 影片一開始看起來相當厭世的她 結局竟收到姐姐送的驚喜大禮 讓不少網友看完後直呼 太羨慕了 兩個人感情好好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個姐姐 你應該很懂這種感覺 現在大半夜12點多 她跟我說她要吃義大利麵 我去哪裡收 啊 終於來了 給你啦 喔謝謝 送上去 你要吃我 你在幹嘛 到這邊我都以為她只是 像平常一樣在使喚我而已 知道 給一個驚喜 你 屁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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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震驚到連續說個三次屁啦 而且她笑成這樣真的看起來很像在整人欸 真的啦 紅包 不是紅色就叫紅包欸 啊自己開車好 不用給你開車嗎 便宜的小帶步車啦 先練習練習 你會建議什麼的 咱們都幫你出 哇還好我有送來 不要想 如果你不幫我外送你呢 需要一點給我吃 你就不小心 還好我有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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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